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要来果园摘果了 你看 这就是贵妃王了 这个你看 你看 好漂亮 长得跟你也太像了吧 摘了 贵妃真的很好看 但是这个真的太美了 贵妃的颜值高水分多 这个太美了 来 敲一下 就是从那个薄饼那里大药 免费的劳力 有简单吗 里面有简单吗 拿简单 你看 现在 这个都是一串一串的 漂亮 哇 那一张串 对啊 等一下摘到一大寸 一大把 拿起来很好看的 我们现在摘的都是公果啊 因为公果的话期比较早 它成熟就比较早 母果的话还得要长 还得要长一段时间才能 你看这个芒果长得很有个性哦 两个两个一起的 好看哦 你看这个就是母果了 母果的话要留 要留 现在还不能摘 对啊 就是这个芒果它 它就是公果 它也有 有大有小 因为长在树上 长在树上就是 你不可以控制它 统一的是这么大的 你看这一串 它不是 它不是芒果 它要所有果 树上面的果都 都不是一个芒果 扣出来的 不是厂家生产的 这三个好好哦 纸红纸红 六火抓不住了 抓不住就先放桃味 六火这只好漂亮 对啊 对啊 哇 哇塞 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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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磨果 但是它这个磨果就有点个性 有点个性 好大家看 这个贵妃忙的 你看这个地方 阳光充足的地方 它就纸红纸红了 你看这个树荫底下的 在树叶底下的 它就没那么红 好大家看啊 这里两个工的 一个母的 我们就先挑工的 母的就先不摘 来 这个就是贵妃忙当中的一个奇葩 辣椒忙 这种芒果很好吃的 它的果盒很小的 它的果盒也就是这个树枝这么大 有的就像牙签那么大一个 像这种果的话也很好吃的 有一些人来馆园收这种辣椒忙 卖的很贵的 辣椒忙的话 有时候一个果园也没有多少 你看这前面这两个就是辣椒忙 熟了也很好吃的 一口一个非常舒服 而且没什么果盒 这个就是辣椒忙 也算 但是那个比较大 这个 这两个 同一棵树上 它就是有点变异的 它就是属于有点变异的 而且好看 一个果园里面也没有多少 你们看这个就是辣椒忙 旁边这一个小个 形状就很像一个辣椒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 辣椒忙都是公果里面的 你看 这个就非常漂亮了 等它熟了就很好看 这两个拿回去吃这几个 拿回去弄熟了吃 好 咱们今天也就摘了这么一点 等一下还得过来摘 欢迎大家过来吃贵杯芒果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